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彩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完美世界中 先帝和准先帝的数量太少 因此先王等级的强者 就能成为爵士高手了 达到先王等级就能长生不死 元神不灭 如果没有特殊的办法 是很难杀死先王的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下 完美世界的十大先王 看看得哪些强者吧 第十名 哲仙 哲仙是一个很骄傲的人物 虽然和十号的差距越来越大 再也没有追赶的可能 但是他不愿意让十号封印 而是选择离去修炼 在三帝入侵先狱的时候 哲仙就已经是先王了 他斩杀一位实力强劲的 堕落先王后 被其他先王巨头围攻战死 第十名 石冠王 石冠王是十号的好友 因为参加过十字先谷一记夺冠 所以被人称为石冠王 在三帝入侵先狱的时候 石冠王大转身威 将世界术当作武器 横扫无数堕落先王 虽然只是先王的等级 但是却有先王巨头的实力 当初他凭借着世界术 硬生生地杀出来一条血路 第八名 石毅 石毅是十号的堂兄 当初他靠着重头 一击秒杀堕落先王 后来又连续斩杀都为堕落先王 在十号对战三大准先帝的时候 石毅阻止秦浩献剂精血 转身献剂了自己 将多年前 简石号的因果还给他 第七名 安兰 安兰是异域的不朽之王 同时也是人气最高的反派 作为一个最强王者 安兰的名气 基本上是靠大的骚化出名的 前一秒还很霸气地说 你尽可来试试 哪怕我背负田渊 须一手托着原始地成 我安兰一样 无底是尖 下一秒画风就变成了 鱼托救我 第六名 轮回先王 轮回先王是小说中的 老牌先王强者 在和异域的战争中 不幸被斩杀 但是关于轮回先王的猜测 却有很多 很多书迷觉得 轮回先王的实力那么强 爱精通轮回 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地 就领核犯 所以应该是 转世重修成某位强者 由于视频长度的影响 剩下的五个先王 将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小伙伴们觉得 谁能夺得榜首呢